如何通过学习提高认知 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究竟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这么多年来也接触过许许多多 形形色色的人 有特别优秀的大牛 也有非常频繁的普通人 但总体接触下来发现 智力和情商的差别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甚至可以说非常小 甚至常常还会出现笨人比聪明人混得好多的情况 这样的例子我身边就有不少 比如我两个姑父 一个高学历 一个低学历 一个聪明开朗 一个木讷内向 估计大部分人会认为高学历 聪明开朗的调混得好 可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 这些问题曾经无比困扰我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人与之间天差地别的鸿沟呢 说成了无非还是两个字 认知 今天我将讨论如何提升认知的方法 认知是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不同的人对世界的看法肯定不同 有些人可能感到生活安逸 说是认为不需要改变 对于这样的人 他们可能不需要继续阅读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也都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对此 我持尊重和认可的态度 好了 现在我将介绍一下普通人如何透过学习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 一 决定认知水平的因素 影响认知水平的因素很多 主要有五个 分别是家庭环境 生活环境 社交圈输入和输出 家庭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先天因素 我们无法改变 但社交圈 输入和输出是后天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的因素 他们难出柜子充分说明了家庭环境和生活环境的重要性 三 高质量的输入与输出 首先要明白输入和输出是不可分割的 因为没有输入就没有输出 输出也是为了更好的输入 为什么要做输出 因为输出可以倒逼 输入可以将输出作为分享 为他人提供价值 相当于将掌握的知识复习一遍 比如我现在做的影片 你可能只看了一遍 但我会把文案推销很多遍 才能输出给你们 改变资深的认知水平 如何做输出呢 由意到难 先在社交平台上免费解决别人的问题 每天在手机备忘录中写下今天的考虑 最好在打卡发到朋友圈 每周持续写对别人有用的文章 也可以直播分享 帮助更多的人 如何做输入呢 学习高质量的课程 多读书 不对自己提升有实质意义的书记 仔细观察身边的人和事 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 每天留出半个小时 进行深度思考 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 复盘一下自己的人生规划 我总结了七点 一是对自身的梳理 二是好东西要分享给大家 提升认知的七个方法 思维方式和认知层次的不同 构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最终形成了阶级壁垒 更高层次的人 甚至能对普通人进行降维打击 而低层次的人 甚至连自己的部族都意识不到 举个认知茫围的例子 曾有一个瞎子 生来及失明 整整三十年一直看不见 随着科技的进步 医生告诉他 他的眼睛可以治好了 人们以为他治好后会洗出望外 但当他睁开眼睛 看到五光十色的世界时 他感到恐慌 毫无所事 甚至无法正常生活 因为他的颜色没有概念 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仅停留在听觉和触觉上 他缺少视觉这一认知维度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 我惊恐地意识到 我们许多人生活在一个低认知的世界里 像个瞎子一样 这个例子的重点不是瞎子瞎了 而是三十年 当你瞎了三十年之后 你就真的瞎了 如果这个瞎子只瞎了三年 眼睛就能治好 那对他来说 真正看见这个世界一定是喜出望外的 因此 提升认知必须趁早 如何提升认知 以下是我总结的七个方法 NOW一阅读 尤其是智用论书 说是提升认知 跨越阶层最便捷的途径之一 不爱读书的我深感后悔 现在深深爱上了阅读 NOW二学习心理学 心理学能大幅提升对自我的认识 改善性格 摆脱人生家庭的影响 实现真正的人格独立 NOW三与优秀的人交朋友 不要进行无用社交 只有当你能提供价值时 人脉才是真实的 不要刻意社交 人脉会自然而来 一 高质量的社交圈 与优秀的人建立联系 因为人的模仿作用能激励学习 高质量社交圈的人会渐渐影响你 提高认知水平 在互联网时代 通过网络平台与优秀的人联系 也得更容易 二 改变社交圈 在现实环境中可能难以实现 但在互联网上 寻找所需要的人脉建立联系 NOW四反思复盘 自省是进步的关键 预示多想自己的原因 这样你才能不断进步 NOW五勇敢地去经历和体验 胆小切弱源于任命 只有保持勇气 人生才有无限可能 NOW六经受重大挫折或失败 还没有被打倒 我们见到过很多 一夜之间动物的人 一夜之间长大的人 甚至我们自己 也有很多这样的瞬间 其实就是我们认知觉醒了 NOW七冲突 文化冲突 情感冲突 战争冲突等等 这一点很好的解释 为什么乱世更容易出英雄 冲突对立能让人的认知 做出极大的改变 仔细想想 每天发生的人事物 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认知 每天大脑对信息的输入和输出 输入和输出是不可分割的 输出可以倒闭输入 同时将输出作为分享 为他人提供价值 输出也是将知识复习的过程 多读对自己有实质意义的书籍 学习身边的人事物 从中做出判断 每天保留半小时进行深度思考 总结当天的收获 复盘人生规划 好了 这七点可以说是我近期生活 工作 读书最大的收获了 大家可以细细招摸 改变资深的认知水平 慢慢品味 花用到自己的生活 工作中去 每天留出半个小时 进行深度思考 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 复盘一下自己的人生规划 如果能帮助大家改变命运 我会很开心 如果不能 那就做个瞎子吧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